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就记得说是大家早上好 现在是葡萄牙早上 有没有到八点 八点左右吧 这个时间 我早上今天起来比较早 因为今天 一个是我要 遛狗的原因 另外一个是 我们家一点吃的都没有了 我们要去超市购买食物 如果不买东西的话 我们两个都快要饿死了 所以就是趁去超市购买 我之前呢 画一个妆给大家看 就是我之前做过 就是那个资生堂 那个精华液的测评的时候 里面画了一个妆 有几个同学跟我request 在这能不能画一下 其实我以前好多 做这种就是review性质的视频 都有人问我 那个妆可别化 我每次都答应的挺好的 最后都没有实践诺言 所以我为所有 因为这件事情 对我失望的同学说一声抱歉 今天呢 我先把这个做了 然后有机会将来 我会把其他的那些 陆续逐渐慢慢的补上 让隔离上这个 makeup forever这种 绿色primer 其实primer我刚买的时候 我觉得它感觉一般 结果随着使用的时间的增长 慢慢的开始喜欢上它了 那我用完了之后呢 我会考虑灰狗 我觉得它本身的效果还可以 美宝莲莲的 incent anti-age de-eraser 这应该还蛮有名的 蛮多人都知道这个 然后我把那个 sponge 抠出来了 因为我觉得很恶心 就这样 这么 以这种方式往外积它 我以前都是一般的喜欢都是先上粉底 然后后上遮瑕 然后最近因为看一个韩国的YouTuber 看他的视频看多了 我发现就是它们好像蛮宣传先上遮瑕 然后再上粉底的这种方法 所以我想试试看看有什么区别啊具体 Burberry的这款叫什么 Thresh Glow Foundation 然后是色号是No.26 Beige 我当时记得挑的是它家最黄的粉底 我好像疼得头发上 然后这个粉底因为很稀 然后它的质地是属于 有点像tinted moisturizer那种质地 所以我就是用手涂 不会用那个刷剧或海绵 因为会吸收很多产品 然后最后就没遮瑕度 所以这一支就是属于比较自然 然后比较有光泽度的个粉底 我觉得这种上的方法 其实还挺适合在这个质地 好了涂完了就是那种比较有光泽 然后还挺细腻的这个粉底 但这粉底其实颜色不太适合 我有挑错色 为什么我每次都买错色呢 因为我撒杯 蜜粉 简单上一点吧 夏天了嘛 那个这个特别容易出汗 跟着也会出一点油 所以比较容易脱妆的地方 最好set一下 是 美猫 是这支 我马上教育完了 我才用了几次而已 就剩下这么一点 能看清楚吗 就剩下这么一点 所以说我觉得我今天画完说不定就没了 我试一下啊 那么太快了 差不多 有没有 有没有使用过 十次呢 我觉得好像都没有了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画完了两只眉毛还剩多少 就是我已经就是拧到头了 就剩一个小屁股 我觉得我可能要收回之前的推荐了 因为我觉得它太不急用了 这种速度的话 就是这个价钱反倒是很贵的 然后给眼皮稍微打一下底 白色的就是比较白的 这跟这个混在一起 他们那样 Escence的那个原因 把它打在那个双眼皮褚的范围就可以了 然后往上延伸 下一个线也加一点 这颜色在盘子里觉得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画在眼睛上我做的还挺有 挺有深邃度的 而且显色度也还可以 就其实它这个价位的话 它显度应该算是非常好 这个Make Forever的这个黑色的 这个眼线胶吧 这个就是 这299英国的 要找一只比较小的刷子 最贴近这个根部的脚位 这个拿着去剪中的脚印定购 这颜色还蛮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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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三个üne线 这颜色还蛮明显的 这个颜色还蛮明显的 少量一些不要满 这颜色还蛮明显的 这是作为中间的蜜色 这腮红还蛮可爱 我觉得年轻女生 我喜欢这个颜色 你看 我可以不要再画了 但这个塞红的持久度 其实是一般般 这支我在那个视频上 没有具体说过 是因为这个叫做 Catrice Lip Cushion 我记得它们可能 discontinue我就没有买的了 另外一个我觉得 它其实这个东西 并不算好 也不算坏 属于就是中间的 Coraline's Crush 它其实就是一个唇蜜 但是它是以这种Cushion的形式出现 它这个头也是一个海绵棒 让我也揪不下去 我觉得恶心 我只要一看到海绵就想揪 那种感觉 然后 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头 它挤出来 就是跟唇蜜一样的 还行不是特别黏 请问大家喜欢 今天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